各位mone,歡迎今天參加這個由香港視覺藝術中心主辦的講座 開講從我到我們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藝術 今天這個是康文柱娛樂頻道互動家寧一系列的節目 透過即時的互動我們希望可以和觀眾有更多的交流 在節目開始之前首先提醒網上的觀眾開啟你們的無線網絡 或者確保自己有充足而且穩定的流動數據 今天的節目大概長一個小時,最後每次有問答環節 現場的觀眾到時可以舉手發問 網上的觀眾也可以留言我們會代為發問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藝術家Debbie岑海兒 她是以雕塑和立體裝置作為主要的創作媒介 但她關心的其實不止於作品的形態或者技藝 她更加關心是人的參與 她的作品其實都是一些特殊的情景 讓自身在其中的觀眾可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岑海兒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鎮會大學士國藝術學院 學士及碩士學位 現為香港鎮會大學創意藝術學院博士候選人 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港師 1A、空間董事會成員 她的作品主要是探索社群的概念和起源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她最緊的創作城市及其玩具和風車系列 運用黃銅和她的玩具收藏 融合金屬加工和失納的方法 探索傳統及當代雕塑技巧 她曾經參加本地及國際駐留藝術家計劃及展覽 例如香港嶺南大學駐校藝術家計劃 美國耶魯大學和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紐約頒發的雅禮藝術獎助金 美國紐克文國際藝術與創意節 Inside Burger Collection 大館駐場藝術家計劃 巴塞爾藝術展以及典雅藝博等 作品多為機構和私人收藏 在這次創作中 Debbie將會分享她混合雕塑和參與式藝術的創作 她所主持的藝術家工作坊 以及以共創為核心的策展項目 並展述她對藝術至於個人 至於社會價值的想像 以下下來的時間就交給Debbie了 謝謝阿楓的介紹 很用心寫、很用心說 我自己每次來到這些場合 都會有些不其然緊張 不知道是設定、氛圍還是太安靜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我說話 可以隨時停止我 或者可以有問題 隨便發問也可以 我今天準備了 我想其實我過往也有些機會去做講座 或者去分享 但是我自己就很少會去做一些自己思考 就是在過往 差不多接近畢業十年的時間 其實自己做過些什麼 我覺得今天VAC 就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就去跟大家分享 也是跟自己的一個對話 十年做的創作 其實形式也挺多變的 有些是自己對於雕塑 或者金弓 或者其他立體裝置的可能性的探索 也有些可能是去到不同的角色 比如作為一個參與者 或者作為一個策展人 但是無論在不同的角色裡面 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學習者 而我很少會用語言 或者文字這件事去做一個內省 很多時候我透過做的過程中 撞板 錯了 甚至乎得罪了別人 來到下一次的計劃 或者下一次的創作的時候 直接在做的上面 就有些改動 我今天就準備了 選了一些作品和大家分享 那些作品我一直做了少許串連 不知道是否都是串連 希望大家可以從中找到一些脈絡 去到中間的部分 我就會改變了少許創作 我就想說多些參與式藝術 所以那裡我就會有少許活動 和大家聯絡一下 希望那個時間上面 大家聽到中途 可以休息一會 或者有少許互動 可以活動 我先想放兩條線出來 第一條線就是 藝術在公共空間 我發現 不知道自己何時開始 是會想 除了自己在室內 埋頭虎幹之外 其實藝術在社區群眾 甚至乎我和每一個人的身上 它可以有些什麼功能 而這個功能 無論我自己一個人做 和你一起做 甚至乎你做完自己回家之後 這些功能是去哪裏 是否可以透過藝術的方法 或者工具 令你和藝術日常生活接軌了 以至於你看到這個世界 多了一個有趣的櫃桶 或者多了一個有趣的櫃桶 去看這個世界 第二件事 就是 我想這裡也有做創作的 很資深的朋友 我想每一個做創作的人 其實都會考慮到這件事 就是創作 藝術 本身是什麼 在我個人而言 我自己覺得 創作 或者藝術 其實它是一個想像 這個想像是 告訴我 可以是什麼 而很多時候 這個想像 就著不同的 context 它是會令你看到 如果做得好的話 是令你看到一些 之外的一些東西 可以說是灰色地帶 或者是一些 由灰色地帶爆出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作為一個提醒 作為一個分享 或者是一種新的空間 讓大家去聊天 我又想開第二扇門 第二扇門 就是 我自己怎麼看這個世界 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你會意會到自己的存在 我意會到自己的存在是比較遲 也有幾個階段 這樣意會到自己的存在 但我這個門 是想說 就是 我發現自己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走進去一個空間 我是會 反應是很情感的 而且我特別對於那些空間的設計 如果它是可以激發你某些情緒 例如你走進教堂 例如你走進百貨公司 我自己就很興奮 走進文具店 或者是玩具百貨公司 這樣的地方 我是會特別留意 因為我覺得那裡 是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是在一起的 無論它的物料 它的surface 它的編排 我覺得是經過一些精心的擺放出來 以至到有那個空間 有那個感覺 對於我來說 這件事是 我看著一些我們每日生活 即是一些基礎建設 如何去決定我們的社交環境 而我也看著這兩件事 如何令到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在城市裡遊走的時候 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 以及我們的行動 我自己會覺得 我的工作 或者我好奇的事 就是在這些空間裡 去創造一個新的空間 而這個空間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自由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這個自由 這件作品 其實應該不能太出門 因為是我大學時期 自己亂衝亂撞的一件作品 就不是說 老師叫我做些什麼 我就去做 這件作品 叫光源 話說有一天 我又突然間 那一天的感覺 很感受到自己的在 或者是存在的那件事 我就突然在想 其實我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永遠都看不到的 可能是有身體距離的 例如你那些什麼 自己很近 那些遠坐 你旁邊的人很近 但其實你們的心的距離很遠 等等那些 我就在想 那我和其他人 或者其他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有沒有辦法 在一個 就是透過藝術的方法去呈現 那種緣份呢? 所以這件作品 就叫光源 光線的光 緣份的緣 那我做的事 就是我拿著兩張A4紙的鏡 那我就走了去自己家附近的家 那跟當時 一個聊得很近的朋友 就走了出去 沒什麼太大的思考 就走了出去 那我面向著一些住宅大廈的 那我怎樣選 把這個光源投射去那個單位呢? 其實就不是我選的 而是那個時間 或者一個空間告訴我 那當我站在街上的時候 我就拿著鏡子在那裡教 直至到教到有一個原點 是我看到 哇!很棒啊! 那個 好像光燈一樣的東西 停了在某一個單位 那我就停在那裡 然後我就會等待 那這個等待呢 是令我很興奮的 因為我不知道 一來那個人的反應是怎樣 那其實很 diverse的反應 但其實他的反應是怎樣 對於我來說 又不是太重要 而是我發現 原來我自己是 有能力透過藝術 去跟別人建立一個關係 但是第二 那件事是 當你去到一個 公共環境的時候 你放我出去 你理不到那個 即是你理不到 對方的反應 那那件事對於我來說 一就是我發現 我自己 勉強了自己 有這個做藝術創作的能力 第二就是 我覺得自己裡面的 那種優惠 令我很想去再做多些 其實中間還做了很多 這些類型實驗性的事情 放在一些公共地方 例如公園去試 但是 慢慢慢慢就會累積了 一些想法 那時候其實是很不清楚 我甚至乎到現在 都未必可以說得很清楚 但我發現 原來我們大家 即陌生人之間 認識過程 如果去 基本上去看 其實我們可以 有一些 刺激點出來 例如我們 怎樣去觀察人 例如我們怎樣去 我發現和你 是挺適合嘴型 然後我們繼續聊下去 但我亦都在想 我們每個人 雖然經歷很不同 認識到的人 亦都很不同 但是 我們怎樣離開這個世界 和怎樣離開這個世界 是一樣的 而我覺得那件事是 孤獨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設計 其實有不同的變化 因為它在不同的年份 在不同的地方都展出 我都有些調整 譬如在第一層的時候 我其實是假設 兩個不認識的觀眾 當他們要面對對方 而他們會怎樣觀察對方 我便故意 其實我們平時都很少 我自己很少 直望別人的眼睛 當一個不是初初認識的人 我便避免了他們前面的視線 然後他們要透過鏡的反應 而去看到對方 第二層 我便嘗試去模仿 如果這兩個人 他們很激烈 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他們的存在 或者交往是一件怎樣的事呢 到最後 你可以看到最貼近 那一張櫃圖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張自己坐的 好像學生椅子一樣 即大學學生椅子 可以抽出一張桌面 但我便把桌面 變成鏡子 然後上高 你一看下去 其實就是兩片鏡子 打對桌 你便會看到一個 無限的空間 這個無限的空間 甚至是 我現在想起自己 為何用鏡子 可能都是一種 現實和藝術之間的一種 虛實的狀態 我想同時之間展現出來 而我亦都是想 將一個這麼內心的過程 變成一個 身體的構圖 來大家拿出來說一下 或者去經驗一下 這件事 剛才阿楓也有提到 我去了嶺南大學 其實是第一次 我做一個主流藝術家計劃 這個計劃 帶給我一個很美麗的回憶 一就是 我無緣無故就走進這間大學 教書 我完全沒有想過 也不覺得自己能教書 第二就是 他竟然有些支持 讓你可以做 不僅創作 還可以有些創作 還可以跟學生一起做 那是完全開桌我飯的 那時候 其實是存在一些作品 但我並不太知道 應該怎樣使用 所以在那個時期 我很想強調 每個人的存在 因為我自己覺得 你怎樣理解到 我和他人的存在 和甲膜 其實正正就是 我想描述 那棵牆 因為那棵牆 令到我們的存在有意義 那我就想把這棵牆 變成一個 身體的構圖 去這樣做 看似其實 有得選擇 但其實 你如果真的要 配合在這件作品上 其實你是要透過 你身體很多調整 當然你好像很享受 好像遊樂場設施 但其實那件事 我記得當時的我 也有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我正在看 那個 minority的話語權 所以我用了這隻顏色去做 而不是故意用這隻顏色去模仿 入樂場 或者去模仿公園 而是我想說 那個inclusiveness 其實是否可以 在不經意之間 滲出來 是不是有些事 一定要大聲說 才可以是做到 那個平等共用 對我來說 不完全是這樣出現的 那時候 用很多繪畫 用很多金弓 來輔助我 在我未真真正正去做 那件大件事之前 做一些實驗 就是看那個分別 用的材料 是否恰當 而當中 其實也有很多 可以改進的地方 在自己慢慢成長的階段 亦都在想 在我的作品裏 究竟 是不是每一個人 即使你不坐進去 或者你不經歷 你都可以感受到 那件作品 有人的痕跡 或者有人的存在 這件事其實在我 都頗有這個認識去做 我發現自己 其實用很多椅子 這個模式 我解釋不了為什麼 但我猜 我的 intention 它可以是一個 溫暖的 invitation 即是你看到椅子 你不需要考慮 你便會坐 我很想 我很想 將看藝術的 娛樂 joyfulness 開心點 即是可以是 Welcome 另一件事就是 即使你沒有心情 或者不想去坐 你看到別人怎樣互動 或者你甚至乎 去聯想 那件事可以怎樣發生 我覺得已經是 一件事 所以去到某一個位置 我又 在想 究竟 雕塑本身 或者是 形式本身 它可以怎樣出現 那 那 這段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看 我的 curricular statement 但是 我在這裏 就 bypass了那個 statement 我又轉一轉 剛才看了一點 差不多是我大學 出到來 大概做了一段時間的創作 那 剛才阿楓說到參與式藝術 其實 這件事一點都不新的了 但是 很多 竟然 很多 很多 竟然 都做過了 但是 自己 作為一個創作的人 我亦都很想自己去試一下這件事 那 我很多時候 說參與式藝術 都會 提到這個 藝術 或者這個 研究者 我覺得 參與的程度 是挺容易被不同的人去理解的 他分了四層 而除了第一層之外 其實第二、三、四層 就是 越來越淺色的部分 是 你參與和你可以改變 而且你可以貢獻的部分 是越來越多的 我先說第一層 叫做Nominal 其實就是很正常 我們走入一個空間 一間藝術設置了一些東西 我們就 我們就 是一個 抗議的觀眾 我們去看 我們去接收 這裡 是沒有什麼 我們 作為觀眾 需要投入的地方 第二 就是 你去到一個 藝術空間 你可以想像那個藝術空間 好像一個舞台 當你走入這個舞台的時候 突然之間 有一個 舞台主席 就給你一張紙 就叫你 你嘗試跟這些 ABCDE方法去做 你跟ABCDE方法去做 你就會對藝術的內容 譬如你在看一張畫 在看一個裝置 或者在看一些奇奇怪怪的藝術形式 你就可以加你自己的東西 但是 是有人編排 有人對你做編排 有人告訴你 你可以嘗試做這些東西 去到第三 就是 Creative 即是說 好了 你現在也是去到這個舞台 你也是去到這個空間 但是 已經沒有Stage Manager 你自己進去 就是你自己在裡面 去探索 當然 是有些pre-setting 但是 在你遊走期間 你自己 我會稱這一層 是你真真正正地 透過你自己的經驗 去做一些 對藝術 做一些 contribution 去到第四層 我覺得最難能可貴 也是很難達至的 而我覺得是其中一樣 很應該繼續再 我自己再做多一點的事情 就是 怎樣可以 參與那些參與的人 即觀眾 他變成是規劃者的一部分 我這個舞台本身設定 怎樣設定呢 他是有所說的 我是不會大聲過他 他也不會大聲過我 但是我們會很有默契地 一起input 在這件事上 那 但在我而言 這四種 participation 其實如果你處理得不好 他都只不過是一種consuming 不知道誰consume 誰 但是 我覺得作為一個 introduction 大家去這樣理解 參與式藝術 是可以是一個方向來的 也都隨著 觀眾 變為參與者 參與者 投入的更加多 其實對於 如果是traditional sense的 那個 美學 也都是控制越來越低的 因為你能夠想像就是 因為有更加多的未知數 而甚至乎 這些input的人 他也都不是有 藝術的training 也都不需要藝術的training 大家可以這樣去理解 那件事 好了 下一張sla 就是大家可以移動的sla 我們想玩一個小遊戲 這個遊戲 你可以拿一個電話出來 探索QR code 我就會問你三個問題 放心 你不需要說任何東西 我也不會知道 誰發出 我們就一起試試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其實是在我 pandemic 叫教書的時候 是一個挺好 對於我和學生 icebreaking的遊戲 我們現在試試 現場有什麼 感覺 我是不是按下一張 OK 好了 我先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大家吃飯吃了些什麼 有聽過我講話的朋友 應該玩過 中英也可以 隨心就可以了 還有我是不會知道誰發出 誰吃了玩具 頭我所號說玩具 嘩 我很喜歡這些 真的很認真答 吃了肉肉 芹菜 叉燒奶粉 還有魚腐米線 什麼叫公公公 好 你想寫什麼 好 接著 好了 因為我們這裏 因爲技術 就扔了時間 那我們馬上去第二條問題 應該答了的人 應該有點悶 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可以在 假設 網上的朋友 跟你checkroom 的朋友可以說 隨便一個人都無所謂 純粹是想跟你身邊的人 或者這個physical space 想跟你身邊 隨便一個 無所謂 誰都好 說一句話 或者說些話 你想說什麼 無所謂 隨心就可以了 你幾好嗎 我猜這個是第二條 應該 Hello 你幾好嗎 想說粗口 都幾好 你為什麼今天會來 唉 不好意思 令大家為什麼今天要來 希望 希望 OK的 好了 OK 好 大家都有些反應 你為什麼今天要來 不知是工作人員問 還是什麼 還是要 要迫著你的朋友問 好了 去到第三條 也是最後一條 就是 如果你可以 Redo Undo 就是你上一年 做了一些 令你後悔的事情 你可以擦走它 或者你可以按一按 Cmd Z 沒有做過這件事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這件是什麼事情 abstract 很普遍 很普遍 都可以 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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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逼人太深 嗯 不知道誰說出來 可能剛剛的工作人員 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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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refresh多一次 看看有沒有人會 大膽的分享 哈哈 我現在看到 任何人玩monster hunt 這個 我猜到是誰說 咦 好像沒有什麼人 有後悔的事情 是否在打 還是在打 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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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refresh多一次 看看有沒有 我後悔不懂拒絕 唉 這個我也是 好了 我們差不多完了 那麼 我們就 為什麼我想玩這個練習 除了令大家不太悶 有些東西動 之外 其實我是想說 關於我自己的研究 因為我現在去讀書 很多時候 就要 說出來 究竟其實我 探索什麼 容許我 就 衰衰地 放了一批字 但我會說 怎樣 其實我就是 一直很想找那個switch 或者很想找那個 ice breaking activity 無論你怎樣叫這件事 總之 那個制 或者那件事 或者那個經過 我怎樣可以把一個人 變為一班人 就是說這個人 可以在這件事 或者這個過程裡面 去見到 或者這個群眾裡面 去見到一個大一點的自己 於是他願意去 為這個群體 做contribution 對於我來說 簡單一點說 就是我怎樣去 create一個space 就是令到 來參與的人 無論這是什麼形式 是可能裝置 一個雕塑 或者一個workshop 形式 他怎樣可以 大家care大家 怎樣可以在那個moment 他connect到 還有最棒的 如果做得到 就是having fun 那剛才那個練習 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 你嘗試用 我一直不斷說下去 這個想法 就是我一直不斷 一個top down的 去說 但是其實剛才那個 是我們開始 一起發現 這件事好像 挺有趣 我們試試玩 有你的input 那樣東西 才成事 雖然問題是我問的 我會否成果上 覺得這個是framework 那個是space 就是一些space 或者一些situation 但是你的投入 是會令到 那件事 那個dynamics 是馬上不同了 而我就是在找到 這件事 那我又想 分享一點 自己做 在另一方面 面向的練習 有一段時間 我拿到一個fellowship 去了留客民視 你去之前 他就要 當然要看一下 你這個人是什麼人 他也要知道 你有什麼計劃 當時我的資料 就是很靠網上的資料 而我就看到 我剛才說過 我很喜歡 由空間開始 我就看到 柳克民市市中心 有一塊很漂亮的陸地 這裡只是一個部分 其實它是很大大 很漂亮的陸地 你會看到一些很帥氣的路 然後我就覺得 在這裡 這麼有贏 又有很多 有很多 可能性 在這裡 但是當我去到這個地方 我有兩個經驗 亦都是 再 保證我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做些事情 第一個經驗 就是當我第一天去 作為一個好像遊客 或者還沒搞定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個 沒有人跟著我 這個經驗 是我在香港沒有的 然後我就躲進附近圖書館 就叫朋友來 一起出來走回去 一些安全的地方 這是經驗一 第二個經驗 就是 我開始熟悉了 然後晚上就決定出去 去喝點東西 而我覺得去 紐哈文市 或者整個美國 喝點東西很麻煩 就是你又不能夠 拿著 酒吧 或者酒吧 到處走 一定要包著 一些東西 總之揉著它 不可以看到 那件事是你喝點東西 那 於是我就用了香港那套 我不知道大家中學 有沒有這樣的情懷 就是 我們不如 不要走去 進去喝就行 我又不用戴護照 我又不記得 帶身份證物 每次進去這場 都要拿護照 證明自己夠 跟兩人進去 那我就說 不如我們就買飲品 就走來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聊天 又便宜一點 但結果他就跟我說 他不會去 因為他曾經在這個地方 曾經跟一些人 是去踩踩單車 那些人想偷他的單車 然後就 搞到很大件事 自此我就發現 這個地方 雖然我在香港 有一個距離看的時候 是很美 很正 但原來 這個地方正正講到 很多大學城的 一個很嚴重的階級 那種緊急的問題 而他每一天都是有一些事情發生的 但我仍然是決定用這個地方 但經過朋友 或者經過我合作的機構 就帶我到處去 類似那些 那些議員會問大家 我們接下來想在這個地方 搞些事情 大家想怎樣搞 又或者你會覺得我們紐哈民市 欠了些什麼 大家會不會告訴我 在我聽的過程中 去很多 很開心 這些地方有賣食 有些免費 但我發現 每當 其實會發表意見的人 是很少 而且有一些 某一種特質的人 才會夠膽 這麼大聲 站著說 我想要什麼 我覺得可以要什麼 對於我來說 其實整件事 是一個exclusion 你看似好像一個很開放 大家坐在那裡聊 但其實 當我去到公開話的時候 我覺得是要拿某一些 某一些性格的人 或者比較感言的人 又不怕得罪人的人 或者可能是些什麼協會的代表 他才會夠膽去說 於是我就發現 我又不是很想 我又想聽 本地人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資格 在這麼短暫的時間 說要做一些免費 而這件事 是你們想要的 我又不想這樣 我又想在下面 知道 其實我有沒有可能 將我這個機會 變成一個大家共同擁有的平台 於是我就跟兩個機構合作 第一個就是耶魯大學的Urban Design Workshop 他們就是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耶魯大學 在建築系畢業員的學生 有一部分會走來這個機構 是一個stepping stone 他們多數做兩件事 一就是 就著某一些地方 或者某一些基建 他們去做研究 幫忙做research 或者資料搜集 來交一個報告 第二就是他有可能 是包覽了所有的 一些需要保育 或者是重建的地方 真真正正的 給一些剛剛畢業的學生 去重建 這個是左邊 他們的公司的門口 右邊就是 很多人 當看到我的資料之後 就說 你一定要去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很適合你 就叫做Inavini Museum 這個Museum是什麼呢? 原來他本身在打仗的時候 是一個做炸彈的地方 後來變了變了變了 就變成一個設計工作室 他這個工作室 不僅是給小朋友 也不僅是給我入學校 而是他給不同年紀的人 都有一些不同的 手上的包包 有些是長達到一個月 你喜歡什麼時候來都可以 譬如他會教你建一隻獨木舟 而小朋友當然那些 可能是一些包包 就是一些包包好好的 小朋友給你去做 這樣 那我就跟這兩個地方的人 聊完後 就發現 在我這個 法國有限的時間 其實最直接 就是 又或者聽到其他朋友的 推薦 就是 你不要那麼努力 想去跟一些 無家可歸的人合作 是很難搞的 原因是因為 他們本身也有很多 關心 也都未必會 但我也有跟這些機構聊天 但最終 我就走進去學校 我覺得這些學生 某程度上 因為他們很小 其實他們不太了解自己 居住的環境 有一些歷史 於是我就把自己 找到的一堆資料搜集 譬如 原來這個地方 曾經在打仗的時候 是一個刑場 也有在2000年左右 打風的時候 當它塌了一些樹 下面原來是曾經發現 它是做過一些 墳墓墳的地方 所以當它塌水的時候 連著整個人骨出來 我特地說這些搞笑的故事 令到它可以 對於這個地方 多一些想像 而右邊那個 就是 在這個地方 原來曾經出現過 不少傳奇 其中一個傳奇 我覺得它的設計玩具 真的很漂亮 每一個它畫的盒 和說明書 都很漂亮 大家都仍然可以 收藏到的 在不同的網站裡面 它叫做AC Gilbert 它創造了很多玩具套 於是我就說這些故事 然後我就說到 但現在我又遇到 柳黑文綠地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做一些事情 大家一起做 你們會想做什麼 當時我和我合作的機構 拿了一些很簡單的木工材料 然後我就設定得很漂亮 因為我很喜歡那些東西 放得很漂亮 然後他們好像很開心 可以自己去選擇 他們喜歡的物料 亦都可以很隨心 那我就教了一些基本的木工 一些很簡單的工具 令到他們覺得自己這一次的工作室 和平時上藝術課的不同 有些不同 亦都想把六年級的小朋友 和低年級的小朋友 連合在一起 這件事是很搞笑的 因為有些人是 吵架了 就是我要多問 我覺得這裡要怎樣怎樣 有些人又不是 你看到右下角 兩個高年級 是被低年級領導 我覺得這些 中間的經濟 其實我作為那個 提示者 我覺得有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我需要在中間 去調整一個平衡的 你會看到 後面有一些 報警版是很舊的一些地圖 我也是用這些東西 令到他們隨時可以 拿到這些資料 拿到這些資料 拿到他們用的材料 一又不懂,就立刻大家一起想如何解决 就算他们用一些简单的建设模式 但其实也可能是他们要想如何平衡 意外地被我发现,就是每一次完成这些博客之后 我们都会有一个很短暂的分享 而分享完,我们就会选择一个我们觉得最棒的模式 这个模式我会把它放大,放在柳克文录地 我不想那件事结束了,我们就结束了 我问了你意见,我就拿你的东西走 而我想这件事可以延续下去,不是结束了 我在他们的设计上做了一点的设计 就是我将他们周边的位置变成可以建一些職目的一个构固 令到那些人停下来,以为在玩職目的同时 他就会开始意识到,为什么这些东西的形状这么怪 以及本身它是什么来的 我就想那些设计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当我回到香港,就继续做自己本学,教书,读书 但是正正经历了疫情 亦是经历了一些很贵重的时间 其实我经常跟一些艺术朋友说 我经常觉得自己很像walking dead 一方面的我,有一个parallel,好像很正常 但其实另一方面的我,我觉得自己是站不到 这件作品正正在pandemic之后,我第一次在商业画廊摆的展览 那种境界是很不同的 所以跟我刚才所说的可能的intention 亦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我将它那个地方有一部分 就变成了一个碰碰车场 而因为我的状态真的很差 亦对现实很多不满 我释怀的方法就是我去用一些怀旧的东西 在香港我找到怀旧的东西 令我有一些安慰 亦都是我同时之间在想 所以你看到这个 其实是香港我没有坐过这种婴儿车 但是现在 其实你找到这种婴儿车都很容易找到 但是就是因为正正这个 这些它的形状 或者它那时候令我想 我会不会在怀旧那里可以推一些东西出来 或者是发现到对于当时的 甚至乎现在的一些不满 但是我仍然是有一个感觉 在这些作品里面 当然我的intention是不同了 亦都是我所说的 因为它的 context不同了 那我就会想 原来有些人真的会想 收藏一些东西 那我和这些人之间的 common ground 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通到 那我就会想 玩具和玩具 既然它收藏我的东西 那会不会它可以收藏一些香港的集体回忆 那于是我就去 鑽东鑽南 其实我一直都找一些香港的玩具 那我就去自己拼制 而同时之我亦都会想 其实呢 为什么香港的雕塑这么难入屋 我经常都说 比画来说是很难入屋的 就是做立体东西 那我就在想 有没有一些可能性 是我们每个香港人都在存在 在家里 但是我们不在意 其实那里是有一些很大的可能性 或者是 其实它的形状是很漂亮 那我就觉得是 封车 而且是平常的 是会玩的 那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 就自己 和其他人一起合作 就试了很多不同形态的 封车、玩具、组合出来 那件事其实我做完呢 我觉得挺开心 因为当我做完这个过展的时候 我收到不同的前辈的声音给我 她说 恭喜你啊 你终于找到自己的视觉艺术语言 那就是我不觉得我自己做到 但可能是做了一些东西 所以那件事 我是未必有群众在这件事里面 但是我自己 就很享受在做 或者在制造的过程 基本上我是 不用考虑 比起其他项目 我不用考虑太多 可能我是纯粹处理自己的美学上面 或者技术上面 会面对的问题 那 是的 我估计 我估计 我估计的分享都差不多到这里 那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再去我 网站或者Instagram 看多一些图片 那 应该就是 可以open floor 交给阿峰 对了 那好多谢阿Debbie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呢 就会有一个 Q&A的环节 那网上的观众呢 可以留言 我们会代为发问 那现场观众呢 可以随便举手 那我们会有同事 遮咪去发问 那现场观众呢 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如果没有的话 就容许我先问 因为呢 可能说起 参与色艺术呢 很多时候是跟一个 一个技艺是一个很大的冲突 因为技艺呢 本身就是 因为参与色艺术呢 如果说起参与色艺术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一个要包容所有的人 而 就因为这样呢 很多时候要降低一种对 降低的门栏 令到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得到 而技艺呢 往往就是一种门栏 未必个人都做得到 所以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阿Debbie和其他 会做一些参与艺术的艺术 艺术工作者 有些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他不是提供一种方法 出来给大家都可以参与到 而是他透过一个空间 因为他营造一个空间 或者设计一个空间 或者设计一个空间呢 令到大家可以在一个陌生的空间那里 去发掘一些新的东西 阿Debbie你觉得自己 怎样 即你一方面呢 其实你又很关心一个技巧上 关心那个craftmanship 同时你又会想是有一种参与的成分 在里面 你怎样处理这种冲突 其实对于你来说 其实不是冲突 这个问题是 是的 是的 即是你一方面就是 其实你是 嗯 希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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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呢 阿峰你问这个问题 有一个前置的 就是你前置了那些workshop里面 是会有技艺的传递 即是说呢 他们在做的东西呢 都是用于craftmanship 或者艺术的角度去想 但是我自己觉得 当艺术去到一个公共的领域 或者即使去做workshop都好呢 其实他要 要照顾那样东西 或者他要建立一个空间 不是 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是在于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以及他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这件事 当他做完之后 他 如何在这件事里找到一个意味 所以呢 其实你这个问题非常之好 就是 亦都是我自己读书 或者是 参与式艺术经常被人攻击的一个点 就是 艺术在哪里 那我自己觉得 那个艺术的位呢 就是 刚才其实我也轻轻有赖到 就是 有讲到不同的参与方法 但我也有提到就是 其实如果你的艺术 有一些东西照顾得不好 或者发展得不好 或者你亦都想着是自己 在上面 我是一个 知道多些东西的人 然后我来教你的 其实这件事已经是 有问题 我曾经也犯过这个问题 就是 但是 我会觉得那种 contribution 在一个timeline上面 within那个classroom workshop 或者within那个workshop 是在不同时间 大家投入的input 是不同的 所以那件事呢 是一个互相学习 而不是一个 我进来课室 我告诉你 做模特儿是这样的 做雕塑是这样的 而不是 而是大家 我要跟他一起 建立了一个 叫做共同目标 或者共同远景 这件事 大家都可以拿到满足感 也知道自己的发声 无论他的发声 是透过visual methods 也好 他的发声 他的发声 是你会看到我的价值 而我又会看到你的价值 那件事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只能在工作室中 教你做一件事 其实大家想想 这个是多么难呢 通常这工作室就是一两个小时 那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对于我来说 是他拿到一些东西走 但那件事 是否一定要是技术 或者是一个艺术品 相关的东西呢 我想未必是 但也很视乎 那个境界是什么 我有个追问的问题 可能我问得不太清楚 怎样说 我觉得是 笼统地说 刚刚Debbie的分享里面 就是说到 其实他的创作里面有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就是 一个参与的面向 他的作品里面 很多时候他设计一些空间 一些人可以参与在里面 又或者是他会做一些 透过一些工作方的形式 一些人可以在里面参与 另一个面向就是 他在刚刚那个 说他在一个商业画囊里面 做的割展 他关心的东西 他会 他自己个人喜好 是喜欢一些东西 排得很整齐 是精美的 是漂亮的 我在想 是不是你往后 就是过之后的创作 都应该是 会 有这两种面向 但是这两种面向 它们未必同时 会出现在同一件作品里面 因为我想象就是 好像这两个面向 很难出现在同样 就是同一件作品里面 我觉得彩虹椅是一件好的 为什么说好呢 就是因为相对于其他 可能是一些 就是在地铁站里面 等一个没约的朋友 或者和大家一起吃东阴公 这一类的参与式艺术的话 这个是 透过 就是他真的做了一件实体的东西 那件实体的东西 都可以有一些美学考虑在后面 就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出现的 其实我问过很多 就是我向很多不同的艺术 其实有扣过学问 其中一个都有问 杨先生 就是 怎样的空间 才可以剃造到 你意思是 我自己的美学又有一些 接着又可以被人参与到 这件事情 我觉得杨先生那时候 说了一句都挺对 就是你在香港一定要有空间 而我觉得 不仅是有空间 就是要有时间 你和你合作的那个机构 它容许你 就是那些人又肯回来 想和你聊天 然后你又可以在那个地方 停留久一点 看看人家 其实究竟他们 是在想什么 或者想要什么 就是那个结合 是很难在一个 project base那里实现出来的 除非 那个合作的机构 之间 其实已经有 累积一定的经验 就是他做惯 他有一个 formula 的时候 也或者可能 他有大一点的资本 于是他就 做到那件事 但对于我来说 是 有这个空间 有一个institute 是这么 generous 给你有时间 和空间 慢慢发展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变相 很多时候 是刀转了 那个次序 是 我要很清楚 告诉你我教什么 做什么 于是我们出post 出post 然后我们就要 那些人要知道 他们做什么 就是这样 这个方法 因为要快 要有效 但是 也不要紧要的 我觉得这是 其中一个香港的特色 也不是代表它不行的 但是 我自己就想在这个位置 正正 我想做多些 就是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方法 爆出其他可能性 而 我们有大一点的资本 我们就要一起努力 好 谢谢Debbie的解释 现场观众 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实未必是关压 Debbie 你今天的题目 就是由我到我门 我不是很看到我门 我这一部分 你做那些椅子 被人坐 其实那个都是我 因为那个object 的product在这里 然后那些人看到 很有趣 坐在这里 都是你去design出来 然后观众去参与 其实观众的参与 是很被读的 所以由我到我门 我是看不到我门 那我在心目中 最经典的一个 我门的art work 就是一些社交文化 就是Joseph Boyd的七千棵像树 这个在我心目中 真的是一个classic 他在一个 1982年 你以为是收集水果 那个project 对 不是 做jam 不是 Joseph Boyd 他在1982年的documenta 那里 他种七千棵像树 在巴斯尔那里 整个城市的马路 他叫全世界的观众 来去看documenta 的观众 来 给我种一棵像树 他有很多学生帮他 来 你要来看我的作品 没得看 你跟我去种树 如是在五年里面 那七千棵像树 种不完的 但是都慢慢成形 在这个时候 Joseph Boyd的我 已经没有了 他只是想到一个idea 但是参与的就是 全球来 慕名去看Joseph Boyd 的那些观众 你们一起去种一棵树 好了 到了最后 七千棵像树真是种了 1982年 到今年2013年 城市美得不得了 那一件就是art work 不是那棵树是art work 而是整个行动是art work 那这个呢 我就觉得是我们了 所以刚才我看到你的题目 由我去到我们 我们那里 在我心目中 不是我那种 的V 而始终你做了一件 product 观众参与 它是被动地去参与 是未去到V的 我是这样去理解 对 杨先生我都很同意的 不过我自己看V的东西 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类型 但我自己看V的东西 可能是 比较上是 那种workshop的形式 甚至乎我现在写的 想研究多些 其实都是在这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也未必有那种 或者我性格 未必是你所说的那种 那种形式 所以我是找到一个适合的形式 也是我自己觉得 在香港也挺常出现的形式 地去转下去 如何在这一件事 我们看到V 我觉得那个V 是有时限性的 就是说那个V 譬如我 如果用Haven Green 那个project 做一个例子 就是 如果不是我走进去 或者说了这些东西 其实可能 他们从来都没有这个经验 也不会去想 那个地方 他们可以做 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们可以做什么 那样东西对于我来说 我发生了他想 那一刻 我已经觉得是有V 孤密论 那个时间多长 我不觉得他结束了 回家 跟他的朋友说 我那天想了V 其实也未必会 但是我觉得那一刻 我做到一些所谓的影响 对于我来说 就算V是一个很短暂 我也觉得是有意思的 但是我觉得是的 就是还可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尝试 是 好 多谢仰sir的问题 以及Debbie的回应 现场还有其他观众有问题呢? 好 我刚刚听完 就是我 杨尚文的问题 有种 我觉得Debbie有一样东西 觉得好呢 就是 就是 好像不是 因为那些提供 我觉得提供一种方法的 参与式艺术 其实好看 就是 那一类艺术 其实好像 那个性格 都是 就是同一种性格的人 我觉得 但也未必是 Debbie 其实他的分享中 也有一些回应 就是好像他刚刚说 他在柳克文士那里 去做一些 分享的时候 他都会发现 好像某一些 性格大刺刺 或者敢言的人 才可以在一个 就是 一个 一个 分享里面 敢于去说自己的留言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会觉得 他提供的方法 是 好像 多些人 真的好像 不同的人 可以参与 其实 和刚刚说 彩虹椅 它虽然是一个 就是 本身是设计了一个空间 本身就是 Debbie 对于那些人 如何使用那张椅 是有种期望 但是 我看回一些 其他 就是他之前 这个彩虹椅 其实都在 北国和库会 那里摆过的时候 但是他们又没有限制 那些人 去怎么样 去 就是 用某些方法去 玩这一件事 就是这样 好 如果大家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那 好多谢 Debbie 今天和我们分享 他的创作 另外 都好多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那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 互动加01系列的精彩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掃描左边的QR Code 登入互动加01的网页 又或者掃描右边的QR Code 追踪康文加加加加的Facebook专页 那另外呢 还可以登入或者追踪 香港时光医术中心的网页 Facebook和Instagram 那最后 再多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